水上屋的木柱腐朽严重 看起来摇摇欲坠 这是沙巴山达根五国及村民 多度一家七口居住的屋子 刺激志工决定为多度修建房子 而搬运建材是一大挑战 差点就要掉进大水沟 因为那个船呢 装满了那个板 所以那个船是有点重 还有呢 是很不稳 而且我自己的也不是很习惯 所以呢刚好还好 那时候有那个船夫抓住我的手 所以没事情啦 行管理期间人力有限 在志工的鼓励下 多度的友人与邻居也来帮忙 多度靠补鱼为生 太太帮人洗衣 夫妻俩每月只赚取120令吉 疫情下失去收入 沙菲亚向慈激求助 志工上门了解后 送上生活物资 协助安身安心也安生活 新居落成孩子们能安心入睡 以家人脸上 占入出幸福的笑容 卖带 珍珊美之工 功德宜黄首分 沙巴报导 优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c订阅 转发 打赏c认